Welcome to Interesting,我是你们的小宇 在蜘蛛侠里有个高度聪明的疯狂科学家 章鱼博士奥托 在一次实验中因为管线破裂 导致辐射线外线引起了大爆炸 四肢机械臂被焊在了肉体里 奥托为了让身体达到最佳化 自己将体内的神经线路重新排列 然后这些触手就能完全按照奥托的思想来运作 但是大家敢相信这一幕出现在你身边吗 一个称为脑门 Bringade的脑机接口技术 可以让瘫痪者恢复一些行动能力 据《每人邮报》11月26日报道 科学家们新开发出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装置 在患者的大脑中植入一块芯片 相当于婴儿服用的R4P0药片大小 在于普通的平板电脑连接 就能实现发送短信 显示天气预报 甚至弹奏数码钢琴的功能 三名四肢瘫痪者参加了这项实验 一个小传感器被放置在他们大脑的运动皮层中 运动皮层是大脑的一部分 负责规划 控制和执行不自主运动 该芯片有100个电极 可以向计算机发送信号 计算机配备了检测某些活动模式的设备 例如执行特定任务的想法 然后将这些操作转换成 可被平板电脑读取的命令 这一来参与者就可以通过他们的想法 在平板电脑上使用各种流行的应用程序 完成他们从没想过还能再次完成的任务 该研究使用了Google Nexus 9平板电脑 并进用了所有辅助功能 通过蓝牙连接将每个命令发送到平板电脑上 这与无线鼠标的功能相似 就实际表现而言 参与者可以通过各种应用 每分钟完成22个选择电机 同时还能在标准文本和电子邮件界面 输入30个有效字符 随着脑科学和技术的融合 这重度的发明创造 简直就是瘫痪病人和脑损伤病人的福音 当我们看到是他们成功造作机械B网之后 脸上所绽放的笑容时 不禁感叹技术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呀 欢迎走进Interesting 好长玩有趣都别的东西 我们可以通通通通用 没时间解释了 快上车